哈囉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甜蹄觀戰 我們今天來帶來的文明的是什麼 德里蘇丹 德里蘇丹 我之前呢也練過好一陣子的德里蘇丹 那說真的德里蘇丹上手難度也是真的挺高的 然後德里蘇丹呢現在也是比較常打封建前期的戰術 其實我練一陣子之後發現德里蘇丹玩起來的 難度真的蠻高的後來打一陣子也就沒有繼續練了 因為 這個投入的時間沒有到那麼多 每個陣營都要玩的話德里蘇丹對我來講負擔太大 不過德里蘇丹系統 大致上也是蠻了解的 畢竟也是在天梯上被血虐一陣子 那這次帶來的對戰呢對手是我們的英格蘭 英格蘭也是非常強的一個 老牌文明從四代一出來就有的 然後到現在 依然是天梯的常勝軍 勝率都是非常高比賽出場率也非常高 剛剛地圖是我們的乾燥阿拉伯 那我們一樣 你應該也是為了德里蘇丹點進來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 State的德里蘇丹開局是怎麼選擇 一開始德里蘇丹只有200的木頭 所以他這邊選擇的是先下清真寺 確保他可以有第一個學者之外呢 可以先點下清真寺的科技 這也算是蠻常見的一個德里蘇丹的開局 就是會先建清真寺 然後去拉那個科技 然後到封建的時候再點那個可以戰勝地的科技 那這邊的話同時也派了一個村民去下魔方 所以是一個村民到清真寺一個村民去下魔方之後呢 這邊木頭採完直接去點魔方然後把木頭放滿 這個要注意一下然後這邊的採完之後 就再多採就是採50個木頭拉 然後你可以再下一個防射 因為只有200木嘛 所以他這個開局是為了要搶身封建的一個就是開局 這邊是就再下一個採礦營地 那就大概是這個配比 這個10點木頭應該是多採的吧 再採啊 也不一定 我該確定 不一定他等一下是為了要接哪一個流程 不過就我的理解來講 你一開始派去採這個木頭的村民 就是為了要多採那50的木頭 讓你可以下這個營地跟那個防射 然後這一場呢 這英格蘭 這邊是打了一個早期的裝甲步兵 早期裝布 這個是英格蘭 一條一中也是非常常見的套路 現在因為你早期的黑暗 這是黑暗裝甲 你只要能找到對手的金礦 你有很大的機率可以去阻止對手 但這其實也蠻吃運氣的 像你看這一場 這一場英格蘭走過來 他會犧牲掉他赤猴找羊 這個要注意一下 他一開始的找的羊 就要趕快先能找多少都先放回來 然後均勻生完之後 一定要靠赤猴去找出敵人的點位 因為你這個先鋒裝甲 一開始你造一隻可能強度不夠 你通常會造兩隻 兩隻的話看要多少資源 兩百十五四十的黃金 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你必須要趕緊確認一下敵人的位置 然後這邊看到德里蘇丹家裡的情況 那這邊就會從這邊 繞看看他的金礦在哪裡 但德里蘇丹這邊的配比 我剛剛其實也沒有特別介紹 主要是沒有什麼特別 反正就 剛剛那些村民 去採魔方之後 你就維持上面這個配比 有七個村民或八個村民 然後剩下就去採這個 黃金 像這一場 恩德里的黃金 其實算是沒有配好 因為他這樣子走路都在浪費時間 但是沒有關係 這也剛好對方英格蘭打了一個早期裝甲 所以這邊剛好被他避開了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有看到 我要確認一下 因為他這個重播系統 感覺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確認到這個資訊 如果是德里蘇丹有確認到 對手這個軍營的資訊的話 那倒蠻合理的 他會先去採黃金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剛好 那麼剛好 他就是提前採完 這裡裝甲步兵前期 就沒有占到任何太大的便宜 這對英格蘭來講 就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展 OK 那這邊 點下的是勝利之塔 這個是非常不常見的 那我每次在說不常見的時候呢 不是代表說他就很爛 可是大部分人不會選用這個地標 那也沒有不好 當你有一些戰術要執行的時候 這些比較少用的地標 其實在某些情況下 都還是可以發揮的 香勝利塔 就是可以讓他在這個範圍之內 生產的時候 出來就直接提高攻擊速度 直接就提高攻擊速度 這個特性讓德里在打封箭的時候 會比較強勢 因為德里在封箭的時候 可以快速的 就是去佔領聖地 然後又可以出那個長槍 出騎手 或是出弓箭 你看這裡 清真寺就點完第一個科技之後 就點第二個前程 這樣去加生命 就是加學者生命 通常你研發不完第二個 通常是快研發完了 然後你就上第二時代 然後第二時代一上去之後 你就會直接拉那個 就直接拉那個 佔那個聖地的科技 不然忘記叫什麼 等下看一下名字 那不列顛這裡的話 早期裝甲失敗 這只能拆掉他一個 晃場並不算成功 那失敗的話 就也是直接又派議會廳 這邊流程應該就沒什麼特別 好 以上之後呢就要先點 先點神聖思想 這要注意一下 換科技喔 你不要傻傻的 把前程研發完 反正就是德里 因為科技是不用錢的關係 像一開始你先生魔方最重要的 就是手推車 手推車 德里先研發是 從黑暗 差不多黑暗升到封建 這個獨文推車就會完成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所有 一集的科技都點一點 一集科技都點一點 採礦場因為剛剛被拆掉的關係 所以德里現在是損失了一個 採礦科技在研發 不然德里最好是 以上時代能研發的科技就不要斷 神聖思想的效果就是 可以讓聖地額外產生50%的黃金 那他在 第二時代就可以去戰勝地 這也是為什麼德里蘇丹會 比較多玩家選擇是前期的封建戰術 因為 他必須要早期的去壓制對手 就是去戰勝地 去搶得這個 黃金的先機 甚至可以給對手施加壓力 因為你如果放著聖地不管 德里的黃金收益也是非常可怕 再加上德里的步兵特性 是可以直接限帝造牆壁 所以呢 很多的聖地打法都是直接拉長相兵 過來或是工兵過來就開始造牆 把這個 聖地給圍一圈 那這一場德里打的是聖地之塔 那一定會在封建時代去做進攻的 這邊選擇的是馬舅配射箭場 驚奇配工兵 我們就來看一下英格蘭這邊是怎麼打的 英格蘭這邊選擇的是長弓兵配長槍兵 長弓兵配長槍兵 然後德里如果是打射箭場的話 其實他也有聖地塔加這個攻速 攻速這個加去 我在猜這是不是加20%啊 我有忘記了 他這只有寫20感覺怪怪的 感覺不知道翻譯錯過什麼 應該是20%吧 反正就是有加攻速啊 他確切的數據我有點不太記得了 你有知道的話再下面補充一下吧 那個有時候那個翻譯看起來都怪怪的 好啦那德里這邊在生什麼勒 德里這邊先生出來的是三隻騎手 然後還有一些工兵 一點一隻工兵 現在沒有大量生產軍事單位 因為自己的資源還不太夠 趕快拉回來採集綿羊 然後英格蘭這邊打的是非常壓制喔 英格蘭這裡長弓兵已經來到七隻了 兩裝部是一開始的喔 再加上兩個長槍兵 而且這裝部還沒有伸上去 他還是黑暗裝甲 那英格蘭長弓兵 我相信既然都叫長弓兵了 他的射程距離是非常有優勢 所以即便是騎手 還有混編這個長槍兵的話 騎手也不敢直接就衝上去 所以德里選擇是直接要斷後 這是一個正確的作為 對方在你家裡集結的時候 尤其這麼長距離 沒有前線補擊點的時候 你可以派你的機動單位去接他的後援 這個是非常賺的 尤其是英格蘭這個時候長弓兵 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長弓兵在半路上的 這個數量是比較多的 這邊抓一波還算是 蠻賺的 這波打下去讓英格蘭的進攻節奏是拖得蠻慢的 看這裏 還有注意到 沒有白白犧牲掉騎手 然後就等那個 神思想完成之後 德里應該就會開始用學者下去 踩那個聖地了 這邊學者已經是補到三隻了 補三隻有什麼好處勒 先待在那個 那個清真寺裡面可以加科技產能 然後放到那個軍事就是放到軍事建築的話呢 還可以加那個生產速度 就是一開始點了那個科技 我也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德里一開始第一時代 就會點那個可以把 學者進駐到軍事建築 然後提高他的產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通常是德里 暴兵的一個非常關鍵的 科技 因為通常德里你在玩的時候 你有時候例如像你進城堡時代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很困很困擾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要進階像是工兵升到老練 就是你可能要往再往上升 你就要耗一個建築在這邊升級這個科技 有比較的拖時間 所以他的學者某方面來講 就是讓你可以 嗯 加速你的科技 加速你的生產 然後讓你可以趕快的 不要落後太多 所以學者對德里來講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單位 事實後 事實的就要記得去補一些 那現在德里應該是已經點完了 那個神聖思想 應該就會開始想辦法去佔中間的聖地 看一下軍隊價值來講 德里現在是兩千分 那英格蘭這裡的軍隊 數量也不少 有九隻的長弓 七隻的長槍 德里的話是七個騎手 再配十個工兵 那就真的拚操作 那以這個機動的機動力操作的難度 當然是英格蘭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因為英格蘭都是步兵 機動力不夠 而且 騎手 遠防也算是比較高了一點 這邊就是要去靠操作去偷掉對手的單位 例如英格蘭這邊是長槍兵 他就必須用工兵去反制 他有辦法直接接近散去打 那這邊德里也是已經把第一個學者派上去踩了 這時候通常會兵分兩路啦 因為德里就是要打這個 封劍的胎命點 他想說我玩德里可不可以直接直上城堡 可以是可以 但你沒有優勢 你德里直上城堡 嗯 偏少這種打法 因為他並沒有什麼特別在城堡的大優勢 而且 通常打德里對手也不會讓你爽爽過火 因為大家都知道德里是一個 封劍就可以戰勝地的人民 所以像英格蘭這場其實他不管 德里有沒有要打這個封劍的戰術 他都是先生的這些長槍兵跟 就是長槍兵跟工兵過 那你不擋你不行 你都擋了 時間也是過了 你何不就派你的學者戰戰勝地 你的戰勝地之後 這個闖金效益也不少 而且現在勝地加上德里的特殊科技之後 我沒記錯就是每分鐘150的黃金收入 算是蠻高的 等一下慢慢跑 所以德里在前期的時候 是不用派村民去採黃金的 只要你有戰到勝地的話 你只要把所有村民分到食物跟木頭上 你看這裡的配比 15個15個20個木頭 那這就是為什麼德里會比較常見在封劍打戰術的原因 因為他不用把村民分到黃金 這意味著他生時代 不影響他生時代 又同時可以把所有的村民產能放到他的 最主要的消耗資源上 那這裡德里選擇的是 三個射箭場再加一個馬 這個單位數量就是以工兵為主 所以他的木頭配比的是稍微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再看到英格蘭這邊 因為他有議會廳的關係 所以他只需要一個軍營再加一個議會廳 而且英格蘭是比較不怕在家裡做防守的 理論上是這樣 因為他有城堡網路 所以城堡網路可以讓他的單位加20%的攻擊 這還是差蠻多的 然後你看這裡 本來是20%吧 那你們不用補充了 就是提升20% 他那個 那勝利塔在上面寫那個20是什麼 少了一個% 好那你看 現在德里就直接把三個勝利都造起來了 不過這場stat他沒有選擇用 牆壁把他圍起來 就直接裸著戰勝地 裸著戰勝地的話 對手是蠻有機率可以去把他搶下來的 不過也沒差 我說德里其實前期這個打封建戰勝地的戰術 一部分是擾亂對手節奏之外的 你就還是可以 累積那個資源 不過還是有選 這邊還是用木槍趕快封起來了 我覺得 有空就是把他封一封 讓對手搶這個勝地的時間點會更靠後 那當然英格蘭在這段時間也是點上了城堡時代 好厲害哦 選擇是王公 一樣是一個 經濟型的地標 就是可以當做城市中心做使用 他不用踩石頭就可以爆出第二個TC 所以現在英格蘭是兩TC 那 沒意外的 德里現在是單TC在做 做這個營運 第三十代也正在造了 造的是學院 這個科技的話就是 這個建築 這個地標就是讓他可以生一些 特殊科技 好特殊科技 也不會獲得立刻性的加成 反正就是可以讓他多研發一些科技 讓德里 可以優先先研發 像是一些 步兵科技或是什麼的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通常也是選這個 機率比較多一點 因為你可以先點這個 這個 著魔劍刃嗎 這可以讓自己的長矛期裝甲加三點傷害 通常會優先點這個 你在城堡實在爆兵的時候就會 用的比較多一點 德里右邊這裡 科技就是一個一個接著拉 那德里上層之後呢 通常會直接轉裝腹跟弩兵 通常啦 因為弩兵直接升 不需要去升這個科技 讓他升級 會節省蠻多的時間 那德里也是把 右路勝地跟中路勝地 稍微的也封起來了 我們要退而防守 因為現在三個勝地 站完之後呢 會有一個神聖勝地的時間 在右上角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時候壓力就全部落在 英格蘭身上 英格蘭這邊 雖然是上到了城堡時代 但現在部隊的組成 以長工兵為主 德里這裡 起手蠻多的 這起手蠻多的 工兵也不少 但是說實在就是 這個timing點 對德里來講 是一個最艱苦的timing點 我說了他就是 升級老練會非常的久 好 琢磨劍任先拉嘛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琢磨劍任一定是 第一個優先點的 那個對你之後 城堡要爆兵的時候 非常有幫助 那德里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內 是最苦的 尤其在城堡初期的時候 是德里最弱勢的一段 因為別人的文明 早就已經升上一大堆科技 然後工兵進老練 或是槍兵進老練 但是你不行 你還要等一段一大段時間 除非你要補更多的 不管啦 其實你在補更多的軍事建築 也不會真的快到哪去 就是 你還是只能放學者在裡面加速 那個時間還是 跟其他文明來比還是慢很多的 那英格蘭這邊也是持續在爆軍隊 不過英格蘭這裡的軍隊的質量 是比較差的 他的軍隊數量並沒有到非常多 是以長工兵為主沒錯 但是德里這裡的軍隊數量 是遠超對手的 分數是一樣的情況 但英格蘭這邊村民是慢慢的在領先 德里阿 但你不要忘記 德里現在可是 剛剛三勝地戰的好一段時間 這代表他的黃金的 產能是非常的高 他那段時間也過了不少 德里的 鼓勵軍看一下喔 還是會開始轉長矛棋為主喔 因為 長矛棋不用升級 這邊要做交火嗎 其實英格蘭這裡的 老練長槍準備的數量不夠多 這工兵上來 一起打應該還有機會 就是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德里的工兵都沒有辦法升級 都還是封建的 所以英格蘭這邊其實還是蠻能 趕快打一波 趁現在是一個優勢的甜蜜級 就趕緊的對 德里展開攻勢 我們看一下這一波 德里的騎手 雖然衝了上來 但都是封建的騎手 這邊強度完全不夠 擊殺英格蘭這邊城堡的軍隊 阿當然 德里也是趕緊的 再把中路的勝地給站下來 這就是德里打起來非常煩的原因 你德里要玩的好 你對圖控要非常的 有概念就是 包含你在圍牆的時機 包含你在圖控的那個 觀念 什麼時候我該去戰勝地 什麼時候我該放勝地 什麼時候我該把勝地站回來 什麼時候我要把我的軍隊 拖到對手家裡去做騷擾 這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那德里這時候就進入 等他那個科技生完 老練上去之後 德里就會進入一個爆兵騎 這個會非常可怕 德里開爆兵之後 哦 那個單位就不得了了 他還是一樣以吃自然資源為主哦 這一定我是 能不造農田就不造農田 當然英格蘭不一樣 英格蘭是農業大國 所以他一定會以這個農田為主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視野的部分 英格蘭在強推中路的勝地 因為英格蘭在這邊下了一個哨戰 那我們的德里的話呢 這邊是找到了一個空檔 一空隙直接繞了進來 英格蘭家中失火 而且英格蘭家裡現在是沒有軍隊在防守的 這時候必須調派自己的軍隊往回家裡 就這個經濟被破壞 還是蠻傷的 尤其在前面這個墓區 進來之後村民還是被殺了一些 四個村民之外還收了村民 這邊 德里分了兩路 一路進去騷擾一路出來稍微拖延一點時間 然後一路逃跑 後方的軍隊攻守已經升到老練了喔 現在德里的科技都升上去了喔 而且德里這邊準備了十一個學者了 這代表他的清真寺應該也開不只一座了 通常會開到兩座或三座清真寺阿 因為科技才會追得上其他文明喔 不會差太多 你的清真寺不要只造一個喔 因為你造一個他的那個提升效率是有限的 所以你造兩個就等於有六個學者在幫你做科技的加速 尤其德里是隨時賴去提升他的科技研發的長度時間 所以你升到城堡之後就 有那個資源就記得要再補一下清真寺去塞那個 學者在裡面幫忙研究 你的科技研發是不是會快一點 好那剛剛這一波德里衝進去之後殺了五個村民 整體上稍微的騷擾了一下經濟 不過還好還行 英格蘭還是一個防守性的文明喔 家裡 而且有封牆 家裡也有PC可以防守 雙倍箭矢打起來是蠻痛的 德里這一波進去就感覺還好 但也是有成功的騷擾到 目前英格蘭主力軍隊以長東兵為主 還有搭配長槍兵為輔的一個陣容 那德里這裡就看起來什麼都有喔 弓兵有弩兵有 那個金馬也有 裝甲也正在造 學者到前線來之後 因為學者剛剛在前期的時候 德里都會順便研發一些像是 補血阿血量阿或是有的沒的科技 所以德里的學者 通常都蠻難打死 而且他補血的速度都會變得比較快 看一下他現在正在研發什麼科技 那這個是那個 補血速度阿 不能顯示 我也忘記那個圖式阿 有點久沒回來玩德里阿 阿 治療速度是這個阿 草藥科技 我比較喜歡先研發草藥科技阿 草藥科技對我來講就是 加60%你把學者配在自己的軍隊上面 真的是補蠻多的 真的是補蠻多的 恩這個科技是這裡吧 OK是 清真寺可以讓脫離戰鬥的單位 每秒恢復一點生命值 而且你們不要忘記囉 現在德里出來的單位 全部都是攻速加20%的 所以其實同等 就算是同 軍隊價值的數量下 就是同軍隊價值下 德里 他製造出來的傷害會比英格蘭還高 因為英格蘭不可能把少戰整天帶著走 你看還有學者在後面補血 這一坨軍隊什麼都有 英格蘭這邊是完全不可能打得過 這個硬衝的話 你得一個一個點正確的單位 我看到 弩手混在後面的話 英格蘭的裝甲步兵這邊也撐不下去 這個常攻兵非常的多 但德里的攻兵也不少 而且攻兵還有 德里這邊前面還有一些裝甲步兵在吸引傷害 可以老練攻兵獲得勝利之塔的20%攻速加成之後 這邊看起來常攻兵有射程優勢 也不敵這些德里的大量攻兵的進攻 軍隊價值如果差開始越拉越大 現在英格蘭的軍隊價值只剩下6600 而德里這邊有54000 三個勝利都站下來的情況還有五分鐘 快六分鐘的時間 英格蘭得想辦法推掉中間的這個勝利 這也是為什麼英格蘭 需要在前期的時候去壓制勝利 這時候就是完全在一個 德里的一個timing點上 這時候英格蘭必須要出投資車 這個沒有投資車是完全打不過的 你看這個勝利之塔帶來的攻速效果 其實還是有差的 尤其當你的軍隊數量越多的時候 這個勝利 勝利之塔帶來的攻速加成的效果就會越來越差越多 這邊工兵 狐獵巔的長攻已經是被吃掉了 右路這裡 狐獵巔是 狐獵巔喔 英格蘭這邊是派長江兵過來防守下右路的長矛騎 所以正面的話也沒有特別多的肉盾可以擋 但也是一樣 英格蘭在家裡防守的時候也是有20%的攻速加成 這邊電著打的話 議會廳升長攻兵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七秒就一隻 所以這裡德里也不太能一直站裝打 還是把部隊先稍微的撤出來 現在德里是領先了600分 右邊的長江兵依然追著重裝騎走 這邊會稍微有點危險 因為德里的遠程單位已經在後面準備待命了 哇 這些學者 這些學者後面補 真的蠻有差的喔 四代的補血非常的有感 尤其德里如果你有研發學者補血 似乎加我們60的話 就是差蠻多的 英格蘭是拉出了一個投石車啦 但是這個timing點出來實在是 沒人可以保護喔 這出來直接被抓掉了 德里還是有一些 基本的長槍騎的 這其實可以拉回來給學者稍微補血一下 到底不用這麼照鏡的往前衝 這邊 不用這樣 就先拉回來 反正你還有一堆遠程 放在後面就可以了 英格蘭這時候被壓掉的大量軍隊 估計也不太可能 短時間內爆出太多的單位 而且這裡右路 英格蘭是直接決體絕命的拉這個 長槍兵過來防守的 但是德里在這邊直接拉了一個大型箭塔 有個小人 這拉完之後這個長槍兵 估計是站不久阿 應該站不下來喔 這大型箭塔拆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這裡回來把這個長槍兵抓掉 英格蘭應該就 要 差不多GG了 估計阿雲可以把中間站下來 但是沒有辦法 德里在中間也造了大型箭塔 那你只剩左路 左路還有牆壁要拆 這裡剩地占領的速度 看起來已經是被德里全面壓制了 來不及給扳平 哇 剩下3分45秒 英格蘭這邊要追的 分數差距有點大 英格蘭的經濟是82村 是非常的好 沒錯 但是剛剛前面的交火下 德里的軍隊組合是比較優秀的 而且德里等於是帶著 英格蘭的城堡網路在身上的感覺 就是一路都有20%的攻速加成 這一場勝利之塔我覺得做的 效果是非常強悍的 出來的單位全部都吃到勝利塔的效果 換裝甲步兵也提升20%的攻速 這等於是把英格蘭的能力 裝到身上用 所以英格蘭要選擇衝下路 因為他發現中路也有德里的城堡 這學者一路順著步 你看這個德里的軍隊全部都恢復過來 經濟雖然英格蘭比較好 但是因為戰損比來講 英格蘭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代表他這些 贏出來的資源也都是被換掉的 德里瞬間把他的軍隊給往下拉 他現在也不需要想太多了 他只要防守好就好了 所以德里 這裡也可以選擇繼續把石頭踩了 然後在這邊再生一個大城堡 其實英格蘭要搶下來的機率就幾乎要等於0 因為他的主力部隊都已經消失了 這一波又再次的被抓掉 英格蘭83村 這裡還是看起來非常的慘弱 而且右邊的長矛期也是成功突破了德里的右邊防線能 非常武術的村民在到處逃竄 長巷兵要追這些機動單位也是追的要死要活的村民 非常難 非常難防護喔 英格蘭出了巨頭了 但是德里前面真的有這麼多6隻裝布 就算不用裝布這些工程單位 再加上母兵直接硬吃巨頭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直接出掉 英格蘭這邊是衝出最後一波了嗎 英格蘭家裡這裡還有什麼看 英格蘭的話 20個裝布再加15個老練的長工兵 但後方兩台隔離的投石車對長工兵的威脅相當巨大 這裡打不下去了 投降GG結束獎比賽 感謝各位看到這邊 記得喜歡四代點讚支持 不要急著離開 先點讚 然後如果你有想說的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你想對這個比賽 稍微提點自己想法也可以 好那當然如果有時候你們提的一些想法 我我這邊有不同想法的話我也會補充啦 不過就反正最後 你自己選擇看是要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 我也沒有一定說 我講的一定百分之百都對 那如果你覺得可以參考你就參考一下好不好 那這樣比賽 算是給德里 啊幫各位帶一下德里的這一個打法 在這張地圖上你可以看一下 勝利之塔開 然後一開始的這個開局流程之後就是防守 那打一個封建戰戰勝利迫使英格蘭做防守 這就是現在最常見的德里套路 然後到城堡時代初期的時候 你真的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不要在這個時候被衝爆 因為你一旦這個時候被衝爆的話 德里就結束了 德里在城堡那個初期的單位沒升上去 那一段期間真的非常的脆弱 那你看到這一場勝利拉起來 然後老練升起來 正面抵抗 再加上勝利之塔20%的攻速加成 最後再補上兩個大型劍塔防守那個勝利 英格蘭這邊是確實打不下來 那最後也只能GG投降 那勝利之塔20%的攻速 再加上這個冰種也是夠全面 所以德里只要進入到城堡時代 中期後期到帝王 其實德里是非常強的 因為他科技免費 代表這些省下來資源都可以讓他報單位 然後又加上他的學者放到軍事生產建築裡面 也可以加速 甚至有必要你可以配合戰相或是那個相公都可以 所以德里打法到中後期之後 都是非常多變而且非常難纏 所以德里其實現在強度也是不低 好啦那今天的比賽就跟各位掉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獅益帝國師的對戰 那就先這樣 一樣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